伊朗核談判期限到來前夕 各方代表尋求解決棘手難題 希臘危機繼續 銀行股市關門 北京舉行亞投行協定簽字儀式 57國代表出席 大家好 歡迎您收看今天2015年6月29號 星期一晚上的VOA卫視新聞 我是李一華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日前做出一項歷史性判決 是同性婚姻在全美合法化 這將對美國社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有關詳情在今天稍後節目中 我們將要完整的介紹 另外 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協定簽署儀式 今天上午在北京舉行 來自57個國家的代表 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簽署成立協議 有關消息 我們也有來自北京方面的第一手報導 不過節目一開始 我們先來關心一組國際消息 伊朗核談判在6月30號 期限到來前夕 前達成協議的前景渺茫 以克里國務卿為首的美國代表團 星期一與國際原子能機構 總幹事天野之謎舉行了會談 伊朗外長扎里夫星期一缺席 他星期天晚上離開維也納回國磋商 預計星期二返回 克里和扎里夫星期天會晤了幾次 克里還會見了其他五大國的代表 伊朗 美國和歐洲代表團的官員 星期天承認 伊朗和會談很有可能在星期二期限過後 繼續舉行 由於歐洲不再注入新的資金 希臘金融危機惡化 緩解危機的最後期限即將到來 希臘總理齊普拉斯星期天 在全國電視上宣布 銀行和股市從星期一開始關門六天 希臘銀行星期一早上關門 很多自動提款機裡沒有現金可取 不過養老金的發放不在資本控制之列 很多退休人員一大早在銀行排隊 但空手而歸 希臘星期一將說明如何發放養老金 歐洲債權人沒有能夠就目前現金換改革的 救助協議條款達成一致 分析人士指出 如果沒有協議 到星期二償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18億美元貸款的最後期限時 雅典很有可能會債務違約 中國等57個國家的財長和代表 星期一在北京舉行了 亞洲基礎設施銀行協定的簽字儀式 澳大利亞和英國等已通過 國內審批程序的50個國家 正式簽署了這一協定 這次沒有簽署協議的意向創始成員國 可能在年底前簽署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接見了各國代表 對他們表示歡迎 亞投行的初始資本為1000億美元 中國提供其中的將近300億美元 擁有25%以上的表決權 印度和俄羅斯是亞投行的第二和第三大股東 一些人把亞投行視為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的對手 美國和日本拒絕加入亞投行 他們的理由是擔心亞投行的管理透明度和公平性 以及該銀行能否遵守環境和勞工方面的高標準 華盛頓曾經試圖說服非洲 歐洲和南美的很多盟國不要加入亞投行 但是沒有成功 剛剛我們談到 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協定簽署儀式 今天上午在北京舉行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出席簽署儀式 並在人民大會堂會見了各國亞投行代表團團長 亞投行協定在北京簽署 表露出的哪些重要的訊息 是否所有的原定國都按計劃參加了呢 亞投行對亞地緣政治以及美中關係 將又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相關內容我們下面就立刻連線 美國之音BOA卫視北京記者東方 請東方來為我們做有關的說明 東方你好 一華你好 是的 能不能為我們說明一下 今天早上舉行的亞投行的簽署儀式 那麼介紹一下在北京方面的相關活動 所以今天上午57個亞投行成員國 在北京的人民大會堂舉行了簽約儀式 那麼也開啟了這個由中國主導的 國際金融體系正式成立的倒計時 亞投行總部呢 現在已經確定設在北京的金融街 目前這個大樓呢 我們看到正在裝修 中方稱在年底之前可以運行 那麼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人民大會堂 會見了亞投行簽署儀式的各國代表團團長 那麼根據中國官方公布的材料呢 亞投行的股本是1000億美元 中國出了297億美元 成為了最大的股東佔股本的30% 那麼也是投票權佔比最高的國家 專家稱中國現在擁有一票否決權 緊隨中國之後呢 出資最多的是印度 俄羅斯和德國 那麼我們剛才也知道介紹了哈 美國 日本 台灣都沒有參加亞投行之外呢 菲律賓 丹麥 科威特 馬來西亞 波蘭 南非 泰國等7國 在今天上午呢 出席了儀式 但是沒有簽署這個協定 那麼上個星期啊 菲律賓財長 接受採訪的時候說 他們會觀察簽字儀式 參加部長級會議 但對加入亞投行非常非常謹慎 一華 是的 剛剛東方你也提到了 這個美國和日本都沒有參加這個亞投行 那麼由中國主導的這個國際金融機構呢 是否會挑戰這個現行的這個國際金融秩序 那麼在有關方面呢 這個北京方面的這個專家 還有這個學者或是媒體 他們如何解讀這方面的問題 顯然是一個挑戰 首先呢 這是中國第一次作為領導者和創導者 參加了一個國際金融規則的制定 那麼極具象徵意義 象徵了中國的崛起 那麼第二呢 在中國國內啊 這個案例被官媒作為反美和民族主義的宣傳 很多專家呢 把亞投行的成立解讀為 美國圍堵中國政策的失敗 那麼第三中國試圖以這個亞投行啊 於現有的世界經濟體系 也就是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 分庭抗禮 他們認為啊 以前的這個經濟規則 財政規則是西方制定的 現在中國強大了 也要制定新的遊戲規則 以化 是的 東方 最後我想再請教您最後一個問題 就是有關剛剛提到了 除了這個 這個由北京主導的這個國際金融機構 將挑戰美國現在的這個 現行的國際金融秩序之外呢 那麼在對美中關係將帶來什麼樣的影響 還有這個北京的專家又如何評價這個中國主導這個亞投行之後 所帶來的影響 對美中關係的影響是巨大的 我們知道亞投行呢 是中國一帶一路戰略的組成部分 那麼一帶一路呢 被中國大陸的專家稱為是中國版的亞洲再平衡戰略 那麼這個戰略中國版的亞洲再平衡戰略顯然是抗衡美國總統奧巴馬提出的 亞洲再平衡的戰略 那麼從中國的視角看 中國試圖增加在國際金融領域裡的話語權 而從西方的視角看呢 這明顯是中國試圖挑戰美國的一個大膽的嘗試 是美國和中國在財政經濟裡面的 這個財政經濟領域裡面的互相掰手腕 那麼我們也知道最近美國創造的TPP有了實質性的進展 那麼中國的亞投行美國日本不參與 美國主導的TPP不邀請中國參加 從這點來看呢 美中兩國在亞洲的競爭和博弈 在亞投行的背後映示出一個新興大國崛起啊 必然要挑戰另一個大國的這個複雜的心態 那麼從美中關係發展趨勢來看 美中在財政經營領域裡邊的競爭將會加劇 這個領域呢曾經經濟領域曾經被中國學者看作是 美中關係的壓倉石 我們看到美中在人權國際政治南海東海地區安全 網絡安全等方面都存在著競爭和矛盾 那麼這些競爭都有可能進一步加劇一話 是的隨著這個中國的崛起 還有這個美中之間的博弈還有這個平衡哦 我們都持續的關注美中之間的發展 好的我們非常感謝東方為我們介紹 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最新發展 也請東方持續我們掌握有關方面的情況 以及對地區情勢所帶來的影響 觀眾朋友們可以持續鎖定 美國之音的各界廣播和電視節目 我們將為您做最新的報導 您也可以登入美國之音的中文網查詢相關的文章 我們的網址是voachinese.com 接下來請您先休息一下 不要走開 我們馬上回來 歡迎回到美國之音的VOA衛視新聞 中國官方即開型福利彩票 中福在線近日爆出利益輸送的黑幕 隨後引發一陣輿論熱議 根據經濟參考報日前報導說 作為福彩重要票種之一的中福在線 即開型福利彩票 其獨家營運商北京中彩 在線科技有限公司 已經悄然變成了高管掌控的個人財富帝國 這對中國福彩和慈善彩票意味著什麼呢 下面我們就已經邀請到了北京理工大學教授 中國觀察人士胡新斗教授 通過電話連線為我們說明 胡教授你好 胡教授好 是的 聽眾朋友們好 是的胡教授首先我想先請問你一下 中國各類彩票這個銷售額逐年攀升 但是這個彩票造假還有暗箱操作等這種負面消息也不斷傳出 福彩是否將有可能變成中國第二個紅十字會 很有可能是這樣 是的 根源還是在於缺乏透明度 缺乏有效的監督 因為它是暗箱操作的 它不需要定期的定時的公開它的財務的狀況 它的營業的狀況 也缺少來自公眾的監督 當然有審計方面的監督恐怕也是一年也不審計一次 所以無論是紅十字會議也好還是福利彩票也好 它都難逃腐敗的命運 而且這種公益慈善的腐敗 它所導致的後果可能更加嚴重 因為它直接傷害了億萬人的愛心 或者說它是對愛心的一種褻瀆 是的 那麼接下來有沒有可能影響到福利彩票在中國的銷售情況呢 那肯定也會影響 當然普通民眾 它是帶著某種投機 或者是賭博的心理去買福利彩票的 但是問題就是這些福利彩票如果存在著很多的這個黑幕 那麼人們就會對這個福利彩票產生新的看法 而且對這個政府方面在這些方面很多的做法 那可能就會產生別的這種想法 最終會導致整個社會這個道德的沉沦吧 或者說人們認為這個福利彩票其實在很大程度上 也都是欺騙民眾 那些錢 籌集的錢也不知道用來幹什麼了 是的 所以最後它肯定是使得社會的這個道德更加的沉沦 目前在中國就是這樣 這個做壞事它的成本很低 往往這個由於缺少監禮 這種官商勾結啊 或者是貪污受賄啊 或者是損工廢師啊 這樣做這些事情 它的成本特別低 是 特別是那種曝光率 或者說能夠揭露出來的可能性很小 但是在中國呢 做好事的成本卻很高 比如說如果真正的你如果去做公益慈善 或者是幫助他人維護權利 這個成本就非常高 因為很有可能是來自各個方面的打壓 是的 我曾經我有個朋友叫父媽媽 他們把他叫父媽媽 他收養了六十幾個殺人犯的小孩 但是在當地卻受到各個方面的打壓 這個有關政府部門指責他 你不應當把這些殺人犯的小孩都集中到一塊 你不集中到一塊 人們就看不到有這些流浪的小孩 你把它集中到一塊 那隻流浪別人看到了 中國還有這些殺人犯的小孩 沒人管這流浪的小孩 好像是點社會主義抹黑 所以某一些人他是這樣一種心態 就盡可能的把這些黑幕給他藏起來 如果是這樣的一種心態 當然這個公益慈善 或者是這種福利彩票 他都是盡可能的暗箱操作 盡可能的不讓曝光 盡可能的不要接受監督 那最後腐敗就更加嚴重 是的 胡教授 那另一方面我也想請教您 去年11月至今年初 國家審計署 以臨時追加審計項目的名義 首次對18個省份的彩票資金 進行了專項的審計 但是審計署 關於這些專項審計的結果報告 至今卻沒有向社會公開 那這又是為什麼 這代表什麼了呢 對 審計署應當 對這個福利彩票啊 還有其他的一些國有企業 或者是國營事業 進行認真的審計 但是他現在沒有公佈 福利彩票的審計的結果 實際上可能從另一方面 也說明這個福利彩票 很有可能是黑幕是比較多 因為其他的國有企業的 這種審計結果啊 很多都公佈了 這個而且那個措施也都是很嚴厲的 比如說對於國家電網啊等等啊 這樣的審計的結果 前段時間都公佈了 那這個沒公佈 那很有可能吧 我們只能說很有可能是問題很多 當然從另一方面我們說 審計署它去審計這本身也是一件好事 但是在中國這個審計部門 它是隸屬於政府部門的 它是政所 政府的下屬 所以它往往難以獨立的去進行審計和公開 它不像有些發達國家 審計部門它是獨立的 獨立於政府 現在美國很多州它那個審計長 它都是獨立的選舉產生 這樣它就不會屈從於政府官員的壓力 或者在有些國家審計部門 它是隸屬於議會 現在議會它當然也不會買政府的帳 它也不會接受政府官員的這個辭令 還有些國家審計部門 它是隸屬於法院 這樣它更可以公正獨立的去審計 而不用懼怕來自於政府的壓力 所以現在中國的這種審計體制也有問題 好的 這個因為審計區域審計署 審計部門都是隸屬於政府 所以某些政府高官如果它不願意曝光 那麼可能審計部門 那可能就不會公開答題結果 是的好的我們非常感謝北京理工大學 胡新斗教授接受美國之音 BEOA衛視新聞的專訪 我們非常感謝胡教授 那麼有關的消息 我們也將為觀眾朋友們持續掌握 接下來請您先休息一下 稍後回來我們將帶您來關心 台灣八仙樂園發生粉塵爆炸 不要走開我們馬上回來 我是凡東寧 我是葉伯毅 我是葉伯毅 兩岸關係最新發展 鎖定海峽論壇 歡迎回到美國之音的 BEOA衛視新聞 台灣新北市八仙樂園 星期六舉行彩色派對 發生粉塵爆炸 造成數百人受傷 大部分的傷患都是被火灼傷 目前已經有一名女性傷患 不傷重不治 這起事件發生之後 也立刻引起各界 對公共安全的再次關注 有關這起爆炸事件 下面我們就立刻連線 主要負責這一次救援工作的 新北市政府的新聞局長 林介佑先生 請林介佑局長 來為我們進行說明 林局長您好 主持人您好 各位美國之音的聽眾朋友 大家好 是的 林局長 首先我想先請問您 目前這個受傷的人數 還有這個送醫的情況是如何呢 根據衛生局 今天到43個醫院裡面 最新的統計 那總共送到醫院的受傷的民眾是495名 那目前還有221名是在家戶病房 那其中一位就是剛才主持人已經提到 已經轉院到台中中餐醫院20歲的 理性的一個女性 那她已經由家人宣告 就是說把管 然後由醫院宣布已經死亡 所以總共到今天晚上總計為止 重達醫院的是495人 那目前在家戶病房的比較嚴重是221人 是的 那麼接下來呢 這個新北市政府或者是說相關單位呢 將對八仙樂園以及這個主辦單位 採取什麼樣的行動呢 那在第一天禮拜六晚上發生的時候 就是八仙樂園或者是承包這個活動的 兩家公司的這個負責人呢 全部提起這個 送到這個檢方 以及警方這邊來訊 然後來調查 那第三項是最重要的就是說 我們必須將每一個受傷的民眾 都當作一個重要的個案 每一個人都建立一個長期追蹤的檔案 因為畢竟我們知道這個 招套它是非常長期的一個抗戰 它不只是在這個生命要救回來 更重要的是它未來的復健 還有它的可能求學 就業的各項的影響 還有家庭的心理的這個影響 所以總市長特別重視我們的 衛生局以及社會局 還有其他的各個配合的拘束 一定要把這495位的 這樣受傷的民眾 每個人就當作一個重要的個案跟檔案 不但要協助他們取得最好的醫療資源 而且也在未來的各項他們的需要 都要提供各項配套的協助的措施 那第三項就是剛才所提到 我們要追究這個責任問題 當然我們現在就已經把這個整個園封起來 然後保全現場 選調單位來調查 那希望在最快的速度裡面能夠 常明真相 那一旦常明真相以後呢 新北市政府都跟中央政府 共同來透過各項的法律的手段 來要求這個加害方 也就是這個舉辦活動的負責人 還有八仙樂園的這個園方單位呢 都必須要提出合理的賠償 或者應付其他的法律責任 是的 那麼最後林局長我想再請教您 這起事件發生之後 相信這個社會對這個公共安全 重新就是有了這個新的這個警惕 那麼新北市政府方面或者是有關單位 將如何防範類似的事情再次的重演 或是對這個公共安全這個影響的是什麼呢 是的 您講得非常好 就是這兩個層面 第一個層面就是就像這樣性質的活動 我們應該怎麼來看它 我們了解到說這次參加這個本城派對的 這個活動大部分都是20歲左右的年輕人 甚至有十幾歲 只有12歲13歲的 所以這個對每一個傷害 都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家庭上面的一個陰影 跟甚至是未來的一個非常難以抹滅的一個傷痕 所以我們必須要特別了解到 最新的這樣子的生活的方式跟活動的方式 我們都必須要去因應 那現在我們就了解到就是說 除了新北市已經下令全市都禁止在利用這個本城 來辦舉辦各項活動以外 中央也已經下令 未來全國都禁止使用本城來舉辦各式各樣的活動 那這樣子的這個主要是針對這樣子的一個性質的活動 當然大家已經有達到高度的共識 但是更重要的就是說 像這樣的公共安全發生意外的時候 他們整個這個救災的這個過程還有資源的配合 中央跟地方的整合 這都必須要有更強大的這樣子的一個應用能力 畢竟現在的科技或者各項的這樣的用具的方式呢 都是不停的變換 所以呢 那市長也責任我們的侯友宜副市長 過去的曾經擔任中央警政署長的這個 我們的侯友宜副市長成立一個檢討條組 就各項必須跨局處跨縣市的這樣大型的 臨時的意外災變 必須有新的這個研議的SOP的措施 那我們也非常感謝這次包括基隆市 臺北市 桃園市 各個縣市所提出的這樣救援的人力 還有國軍還有民間的社會的社工跟志工 都非常感謝 但是最重要的是中央跟地方要一起來 我們要擴大這樣子的一個災害的演習跟救難的規模 這是非常迫切的 好的 我們非常感謝新北市新聞局長林介佑 局長接受美國之音BOA衛視新聞的電話專訪 請觀眾朋友們持續鎖定美國之音的各界廣播 還有電視節目 我們將為您做最新的報導 您也可以登入美國之音的中文網 查詢相關的文章 我們的網址是voachinese.com 接下來請您休息一下 不要走開 稍後回來我們還有更多的國際消息 美國移民改革為什麼爭議不斷 美國人究竟怎樣看中國 美國總統如何與媒體互動 大家好 我是時事大談主持人黃耀義 您想更了解美國嗎 時事大談將在機器內開辦一個新的電視欄目 DOA有問題答 對於美國的政治 社會 經濟 文化 還有任何其他的問題 只要您提出來 我們將在節目當中為您有問題答 您可以在美國之音中文網的 會視留言板上提出問題 您也可以將問題拍攝下來 然後把視頻上傳到美國之音中文網的 我要上BOA欄目 您還可以使用美國之音手機應用程序 拍攝並且上傳您的視頻 我們將在時事大談節目當中播出 並且回答您的問題 BOA有文必達 我們電視上見 您現在收看的是美國之音的BOA衛視新聞 美國最高法院上星期五 做出同性婚姻全國合法的裁決 顯示美國日益接受同性戀者 但是基督教學者擔心 這一裁決對美國信仰宗教的人 將造成影響 美國之音記者鮑曼 在華盛頓的報導 支持同性戀全力的人 星期五在最高法院外面歡慶 其中包括莉娜 埃爾南德斯 這是一個偉大的日子 對我們來說 對我和我妻子來說太棒了 埃爾南德斯和坎迪·辛特隆 去年在維金亞州結婚 當時該州同性戀婚姻合法了 我們當初決定結婚的時候 我打算白頭偕老 這樣他就要跟我待很長時間 這也是我想要的 假如最高法院做出相反的裁決 他們的婚姻就會有合法性的問題 他們很珍視自己的婚姻 你婚姻合法你就算數 這對同性戀者即將有一孩子 假如沒有合法婚姻證明 辛特隆作為婚姻方和孩子的 另一位長輩的法律權利 就會受到挑戰 我們都很重視孩子 我們是一對伴侶 假如我們到了什麼地方 婚姻不被承認 我能怎麼辦 現在在即將有一個孩子的時候 他們不用再擔心這一點了 現在真是百感交集 我現在不想別人 只想跟他在一起 我感覺不是一個人 故軍奋戰了 這種感覺很好 這對天主教來說 是一個非常難以接受的裁決 天主教大學學者佩克諾德說 最高法院的裁決 跟多少世紀以來的教會教義有衝突 同性婚姻實際上不是婚姻 是婚姻的魔法 他擔心同性戀者婚姻合法 會損害美國的宗教自由 限制教會與社會的接觸 有一種擔心是天主教教會 和它的各種機構和傳統 越來越容易被起訴 實行歧視 因為我們對婚姻的看法 確實是由來已久的 但是喬治敦大學法學教授 亨特表示 這種擔心是沒有根據的 假如教會神職人員 不相信同性婚姻或不想做 就不必主持同性婚姻 就像現在有時候 神職人員反對跨宗教婚姻 就可以不主持一樣 這其實是一個政教分離的問題 對不同意最高法院裁決的人 辛特隆和埃爾南德斯要說的是 我要他們設身處地 從我們的角度想一想 人們質疑你的婚姻 質疑你的生活 你會有什麼感覺 有關同性戀婚姻的辯論 可能還會繼續下去 但從法律的角度來說 這個問題已經解決 美國經營記者鮑曼 華盛頓報導 剛剛在新聞中看到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 6月26號做出一項歷史性判決 使同性婚姻在全美合法化 這個判決 無疑將給美國社會和家庭 帶來巨大的改變 下面我們請到 美國之音 法律窗口主持人亞威 從法律的角度來談談 這個判決所帶來的影響 歡迎亞威 觀眾朋友們好 是的 亞威 能不能先為我們 簡單介紹一下 這項判決的內容 是的 這個判決可以說是歷史性的 5票支持 4票反對 聯邦最高法院 沒有像很多人之前預期的那樣 把這個問題交由各州 通過立法也好 通過全民公投也好 自己來解決 而是做出了是 同性婚姻在全美合法化的判決 肯尼迪大法官 在代表多數法官的意見書中 他提到 婚姻是社會秩序的基石 這些同性戀原告 他要的是 在法律面前平等的權利 但是投反對票的那個大法官 斯卡利亞他 則有些自嘲地說 這三億兩千萬美國人的統治者 實際上就是聯邦最高法院 這九名大法官 他們剝奪了 人們在獨立宣言中 聲稱擁有的最重要的一項權利 那就是人民的自覺權 所以可以從這個判決來看 雙方之間的分歧是相當大的 是的 那麼這項判決 對這個同性伴侶又意味著什麼呢 我們都知道這項判決 對這個同性戀者呢 都是有相當大的影響 那麼他對他們來說 這意味著什麼東西 法庭的這個判決呢 沒有定義婚姻的概念 但是這個判決本身呢 打破了美國一男一女的這個婚姻架構 同性伴侶從此可以享受 和異性伴侶一樣的 同等的州的權利和聯邦的權利 那麼同時呢 他們之間的這個婚姻關係 也得到各州的承認 因為我們知道聯邦最高法院的判決 它是可以適用在全美 它對全美各州都有約束力 簡單地說呢 從這個判決之後 同性伴侶呢 可以和異性伴侶之間的這個差距 已經沒有了 從法律上講已經沒有了 我們可以預計 這個判決之後 一大批同性伴侶呢 將會到各州去申請登記結婚 是的 那麼除了對這個同性伴侶 意味著這個之外呢 判決的影響對於這個 是不是說只限於這個同性伴侶 還是說還適用在其他的 這種情況上面 是的 這個判決的影響 很顯然已經超出了同性伴侶的範圍 因為我們知道在美國呢 同性戀 雙性戀 跨性別者 還有雙性人 他們的權利是被捆綁在一起的 統稱為LGBTI 也就是他們各自英文的縮寫 所以這個影響會進一步 擴大到這些權利 他們這些群體的這個權利的訴求當中 無疑呢 聯邦最高法院的判決 會對他們的這個權利訴求 起到推動作用 那我們知道聯邦最高法院的判決 它的判決 對將來的訴訟來說 它是可以起到指導性的判決先例 也就是說聯邦最高法院 在這個判決中 它引用憲法 平等保護條款 給予同性婚姻 這個同性戀者結婚的權利 那麼將來雙性戀 跨性別者 雙性人 以至於主張實行一夫多妻 或一妻多夫的人 也可以用這個判決原則 要求法庭來給予他們 這樣那樣的權利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影響會 在將來的日子會進一步擴散 是的 我看來這個影響很深遠 那麼剛剛你也提到說 這個支持還有反對的這個人的 他們的分歧非常的大 那麼反對派人士他們有沒有機會 或是能不能扭轉目前的這種局勢呢 這個保守派人士呢 在這之前已經提出了一些基督教領袖說 一旦聯邦最高法院做出有利同性婚姻的判決 他們將舉行大規模公民抗命 所以抵制法庭的判決 所以這個至於具體通過什麼形式 以及到達什麼程度 我們不知道 但是至少他們會為了捍衛這個權利去反撲 那麼從法律上來講 他們可以通過憲法賦予公民的言論自由和宗教自由權 要求法庭給予宗教人士一個例外的保護 也就是說他們可以要求我們作為宗教人士 有言論的自由 有發表這個反對同性婚姻觀點的自由 同時呢我們可以基於這個宗教的原因 拒絕給同性婚姻提供服務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在將來的日子裡 有關在這方面的言論自由和宗教自由的案子 會進一步的展開 那麼至於聯邦最高法院 有沒有可能像有些人預計那樣推翻這個判決 我們知道歷史上有因為錯判而改變的 是的確有 但是非常的罕見 否則法庭也就失去它的權威性 公信力 那麼權利是給了這個同性戀者 但是這個權利在將來是不是會受到限制 是很有可能 因為我們知道1973年羅素韋德案 急於美國婦女墮胎權 那麼在今後的一些年間 我們看到呢 這些因為保守派人士的反撲 這些權利這個墮胎權不斷的被限制 以至於今天 越來越多的這個墮胎診所被關閉 大多數美國人開始傾向於反對墮胎 是的 看來亞威非常感謝您來到我們美國之音BOA衛視 我們講到這個非常影響深遠的這個 看來以後的案子 在不管在同性婚姻上 還是其他這個 就是所謂的一夫多妻或多夫一妻 這些不同的這種情況呢 都會產生巨大的影響 是的 非常感謝亞威來到美國之音BOA衛視新聞 為我們說明有關同性婚姻合法化 以及這項判決所帶來的影響 接下來 一位美國主教說 同性戀者可以參加 九月教皇方济各來訪期間 在費城舉行的一個全球性的天主教家庭大會 預計一萬五千多人 將在這五天的活動期間 參加講座和講席班 這些活動的目的是加強神聖的家庭紐帶 教皇將在這次的聚會的最後兩天造訪 那麼美國之音記者霍克 在華盛頓的採訪報道中 也提到了有關的情況 下面我們來看看他的報道 這對來自密歇根州的情侶已經準備好結婚 只等美國最高法院推翻禁止同性婚姻的法案 他們還領養了幾個孩子 今年四月 德波爾和捷恩羅斯在一場 差點發生的事故之後 出庭成為原告 這場事故引起了他們對孩子未來的擔憂 我不想失去這幾個女孩 她也不想失去男孩 我無法想像她們會如何反應 如果遠離她們和她們的兄弟姐妹的話 孩子們可能會被拆散 儘管存在著宗教和法律的限制 同性父母正在成為現實 天主教會一直堅決反對同性婚姻 但是教皇方濟哥對同性戀的表現 比他的前任更加寬容 星期四 一位到訪梵蒂岡的美國主教宣布 同性戀團體和家庭可以拍正式代表 出席在費城召開的大會 費城主教約翰·麦金泰爾說 在一個關於同性戀問題的活動上 著名的單身天主教徒羅恩·貝爾古 將會分享他的經驗 他將談論他是如何與自己的性取向達成妥協的 以及在這個過程中 他是如何對待基督和教會的教導 他的母親也會從一個母親的視角 介紹他在現實中是如何逐漸接受他兒子的性取向的 但是費城的教會領袖們明確表示 與會者不可以跟教義唱反調 所以我們不提供那種遊說的機會 但可以肯定的是 每一個人都可以發表任何個人看法 沒有例外 我們也必須意識到 我們將要處理的是非常現實的問題 而不是想像中的問題 這對許多家庭來說都是非常現實的 梵蒂岡不太可能在近期改變對婚姻的立場 但是在教皇方基各的領導下 他似乎也準備接納不同的家庭形勢 美國之音霍克 華盛頓報導 世界六大國與伊朗在維也納繼續核談判之際 強硬派加重了對對方的批評 雖然能夠成功實施的協議或許難以達成 下面請看美國之音記者莫多克在維也納的報導 談判在維也納繼續進行的同時 批評者們在互聯網上指責美國和伊朗外交官 與敵人做交易 伊朗裔美國人委員會主席帕希說 他們說著同樣的事情 無論你是在德黑蘭還是華盛頓 他們都說他們小族正在出賣他們的國家利益 他們同意一切他們做出了太多的讓步 這將是一場災難 這是發生過的最糟糕的事情 他說一些批評人士可能是伊朗對手的支持者 他們害怕這個國家將變得更強大 但分析人士說一些強硬派還在抱持過時的國際關係 柏林一家安全公司的負責人皮埃爾 在通過Skype接受採訪時說 他們的觀點是基於上世紀八九十年代 對美國和伊朗的印象 當時雙方在意識形態上相互對立 這種心態不是建設性的不適應2015年的環境 他說現在的國際關係要求所謂的敵人一同工作 制裁已經對一般伊朗人的生活產生破壞性 雖然也怪伊朗政府無能和管理不善 舉例來說 美國和伊朗都跟伊拉克的伊斯蘭國組織打仗 處於同一邊 但在敘利亞和也門則處在對立面 帕西說國際核查伊朗核設施的問題 將是一個精心佈置的程序 而不是一些政客希望的不受限制的進入 另一個糾結是解除制裁的時間表 伊朗要求立即實現 帕西說協議達成了 說服批評者相信協議會讓大家更安全的實質工作 才會開始 在雜草中很容易迷失 這些談判已經持續一段時間 我們正在處理的大多數問題和事項 都是談判中的技術問題 他說一個國家在軍事上被擊敗之後 大多數國際關係會發生劇烈變化 但伊朗核談判可能是一個防止衝突 演變成戰爭的機會 美國之音記者莫多克 維也納報導 接下來 持續兩年多的伊朗核談判 原定目標在六月底達成協議 但雙方在關鍵問題上依然存在分歧 下面請看美國之音記者裴欣在倫敦的報導 伊朗外交部長 伊朗方面沒有任何進展 他們把事情放到最後一刻來解決 這個時候 人們期望著包括美國國務卿 約翰克里在內的政府高層官員加入談判 但是 伊朗的最高領袖哈梅內伊 拒絕在核查問題 解除制裁的時間 以及凍結核項目十年的計畫上進行妥協 人們擔心 這會阻礙政府高層官員們的參與 很多人都擔心 一旦西方妥協退步 讓哈梅內伊得逞 那就糟糕透頂了 上周三 包括幾位前任高官在內的18名美國人 聯名發表了一封公開信 在同美國之音的Skype採訪中 喬治城大學的阿里安娜塔巴塔巴一說 這些擔憂有些過頭了 仔細回顧她說過的話 以及伊朗所做的事 至少到目前為止 並不是她所說的一切都轉化為政策 伊朗確實不希望其軍事設施被檢查 也不希望他們的科學家接受採訪 但是 根據126個國家共同承認的 國際防止核擴散規定 軍事基地的檢查是其中一項 同時也是伊朗達成任何 預期協議的基礎 一方面 伊朗也想達成協議 另一方面 他們不願意犧牲國家安全 而軍事設施檢查 和對核科學家的採訪 都有可能損害國家安全 各方的公開聲明 由談判策略和國內政治決定 不過在未來幾天之內 任何言辭都將讓位於 談判室內的實際政治情況 美國之音記者佩欣 倫敦報導 伊朗核談判代表暗示 由於最後協議的一些內容 還沒有談妥 因此他們可能無法 在6月30號之前 最後前夕之前達成協議 下面請看美國之音記者多金斯 發自維也納的報導 6月30號最後期限即將到來 但伊核談判各方代表表示 還有幾個重要問題沒有解決 法國外長法比尤斯說 需要就幾個條件達成牢固的一致 其中包括對可疑核設施進行核查 英國外交大臣哈蒙德認為 沒有協議剩餘一個壞協議 他說 我們有不能跨越的紅線 如果今後幾天要談判達成這個協議 我們所有各方都必須做出一些 非常困難的決定 非常艱難的抉擇 伊朗外長扎里夫說 一個好協議需要包括 立即解除制裁的內容 需要立即解除所有制裁 所有經濟和金融制裁 安理會的制裁也必須終止 但世界六國主張的是 用分階段解除制裁 換取限制伊朗 製造核武器能力的協議 看來6月底前 不大可能達成一項全面協議 哈夫說 正如我們曾經說過的 6月30號之後 我們可能還需要幾天的時間 達成一個可能的最牢固的協議 就跟今年4月在洛桑 敲定臨時協議時的情況一樣 一些官員說 在維也納更重要的最後期限 實際上是7月9號 屆時一項強制性的國會審議期 可能從30天延長至60天 但分析人士奧特蘭基指出 將會談延長至6月以後可能有問題 奧特蘭基說 問題在於最近發生的事情告訴我們 每次延長談判的結果 實際上都是更多有利於 伊朗一方的妥協 和政策專家卡特奈特將軍指出 這是一個尋求平衡的問題 卡特奈特說 要給伊朗保衛自己主權的能力 但又希望有某種協議 使我們在有充分理由 懷疑伊朗在進行秘密活動時 能夠前往核查 卡特奈特說 如果談判人員達成的協議 能夠對伊朗的燃料循環 和潛在的違反協議的秘密活動 進行有效監督 那就應當是一個好的協議 有助於改善那個地區的局勢 美國之音VOA衛視報導 圖尼斯當局正在尋找海灘槍擊案 可能存在的同謀 38人在這次的槍擊事件中喪生 圖尼斯內政部長發言人 內政部發言人阿羅伊 星期天對記者說 海灘槍擊事件雖然是一名 圖尼斯激進分子單獨作案 但有關官員確信 他預先得到了幫助 阿羅伊說 已經找到這名兇手的手機 而且對其家人進行了訓問 槍擊案的很多死者是英國公民 此外還有德國人 愛爾蘭人 比利時人和葡萄牙人 另一方面 布隆迪星期一舉行議會選舉 有一個反對黨抵制選舉 同時聯合國和非盟 對此次選舉 能否做到自由公正提出質疑 非盟主席祖馬對布隆迪 嚴重的政治和安全局勢 表示擔憂 並說非盟觀察員不會參與 星期一的選舉 祖馬說 非盟 聯合國以及地方組織 曾經敦促布隆迪 把選舉推遲到7月30號 但布隆迪政府拒絕接受 布隆迪定於7月15號 舉行總統選舉 星期一 美國紐約州一座監獄的逃犯之一 目前仍然在醫院 一天前 這名逃犯重擔後 被警方拘押 醫院人員星期天晚上說 戴維·斯維特傷勢嚴重 斯維特和另一名囚犯 理查德·馬特逃出警備3年的監獄後 逃亡23天 上個星期五 馬特被一名聯邦特工人員擊斃 斯維特在紐約州的康斯塔布爾鎮被抓獲 該鎮距離越獄的地點大約30公里 距離加拿大邊界3公里 接下來 香港學生領袖學民思潮 召集人黃之鋒 6月28號午夜途經旺角街頭時遭遇襲擊 黃之鋒與同行女友受傷 黃之鋒星期一凌晨在個人臉書上公開事件的經過 懷疑事件與自己參與香港政治事務有關 黃之鋒在臉書上的照片顯示 他左臉的鼻樑和眼角受傷流血 黃之鋒表示一名大約20多歲的男子突然襲擊後逃走 接下來流亡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媽 星期天在英國參加了歐洲最大型的露天演唱會之一 格拉斯頓伯里音樂節 並發表了演講 達賴喇媽談到道德教育等問題 有人問他如果能不做喇媽 他會選擇做什麼 他回答說很想當一名拖拉基手 因為他喜歡農物農和機械 達賴喇媽告訴聽眾不要放棄對幸福的追求 達賴喇媽辦公室說 達賴喇媽從6月27號到30號對英國進行為期四天的訪問 但不會與任何政府官員會晤 中國反對各國政府與達賴喇媽接觸 英國國內關於年輕穆斯林激進化的爭論日趨激烈 下面請看美國之音記者李奇維爾的報道 來自英國北部的三姐妹和他們的九個子女 據信正生活在被伊斯蘭國控制的敘利亞境內 這幾個家庭於本月從前往沙特朝聖的返回途中失蹤 他們途中驚聽伊斯坦布爾 人們猜測他們從那裡前往敘利亞 他們的丈夫和孩子恳求他們返回家園 他們還是年幼的孩子一個七歲一個五歲 你知道我有多麼愛你們 今年二月三個英國女學生加入伊斯蘭國 本月早些時候來自英國北部的一名17歲男孩 死於在伊拉克發生的自殺式襲擊 幾天後一個名叫托馬斯·埃文斯的 故意伊斯蘭教的英國白人青年 在索馬里替青南黨作戰時身亡 英國首相凱梅倫上週在一個安全會議上說 英國的穆斯林社區必須做更多的努力 來應對激進的觀點 有些接受這些觀點的人 雖然還不至於宣揚暴力 但是他們確實接受了部分這樣的觀點 這讓極端穆斯林的說教有了分量 同時也告訴這些年輕的追隨者 你們是其中一份子 這樣的做法促使年輕人 將不滿和偏見轉化為行凶的動機 但是倫敦國王學院 研究穆斯林激進化的專家 喬安娜·庫克說 這是一個錯誤的方法 像現在這樣 把穆斯林社區 視作一個單一的社會單元 你不會明白穆斯林社區的多樣性 同樣像這樣的籠統分析 你也可能會疏遠那些守法和平的居民 而他們可以成為你最大的盟友 庫克說 當局應該加強與穆斯林社區的接觸 沒有人願意看到他們的孩子出國參加聖戰 或是成為激進主義者的犧牲品 或成為激進主義者 所以這對於穆斯林社區的很多人是非常重要的 同樣在安全部門和社區之間維持緊密的 積極的關係也是非常重要的 歐盟的執法機構 歐洲刑警組織 成立一個小組來封殺激進分子的社交媒體賬戶 這些賬戶被用來發展激進組織 他們有上千個推特 臉書和YouTube的賬號 阿提萬說 伊斯蘭國的激進分子 利用這些賬戶來招募戰士 社交媒體是天賜給伊斯蘭國的禮物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它是免費的 它很容易獲得 並且它非常非常地有影響力 拿本拉登和伊斯蘭國來比較 本拉登完全依賴半島電視台播放他的錄像 而半島電視台會對他進行很多的剪輯 伊斯蘭國最近發布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宣傳視頻 視頻中對12名所謂的間諜進行了處決 美國之音將不會播出這些圖像 美國之音記者李奇威爾 倫敦報導 美國心臟病學會上星期二和中國簽訂了協議 這項合作能夠推進對心臟病和中風的研究與認識 下面請看美國之音記者皮爾遜 在華盛頓的報導 在華盛頓舉行的簽約儀式 最終敲定了美國心臟病學會和中國的合作協議 這項協議規定提供CPR 也就是心臟復蘇數數的培訓 這樣一來普通人也可以幫助突發心臟病的患者 美國心臟病學會說 如果患者在心臟病發後馬上被施予心臟復蘇數數 其存活機率將會增加一倍至兩倍 反之如果得不到救助 每過一分鐘患者的死亡率將增加10% 協議還規定 美中兩國的醫生、公共健康專家和科學家們 將進行交流項目 共同工作 以便推進心血管健康領域的科學認識 進而與全世界的醫護工作者共享 美國心臟病學會的道格拉斯·伯伊爾 在簽約儀式上發表了講話 我們相信在我們的共同努力下 我們會改變現狀 創造充滿了生命救護員的世界 而每個人都健康長寿的世界 心血管病是全球範圍內的頭號殺手 四分之三的心臟病突發死亡發生在中低收入國家 而研究表明這個數字還會增加 這主要是因為人們生活方式的改變 人們吃著快餐抽著煙 運動卻越來越少 以前的生活習慣相對的更安全健康 現在卻有了很大的改變 不健康了 史密斯醫生曾任世界心臟聯合會主席 他說醫生們可以用藥物治療心血管疾病 比如高血壓高膽固醇和其他問題 不過很多心血管專家 比如戈登托馬斯醫生 都認為這個方面還可以提高 我們在所謂二級防禦和治療心臟病上做得還不錯 但如果我們能從一開始就預防心臟病 我們還可以做得更好更有效 心臟病幾乎是完全能夠預防的 這也使預防的關鍵在於讓人們知道 鍛鍊、合理飲食以及不抽煙的好處 當然減少環境破壞 比如空氣污染也是預防的要點之一 其次也要了解心血管系統 知道如何保持其良好運轉 以及運轉不畅時如何進行救助 美國之音皮爾遜華盛頓報道 接下來是一則有關科學方面的消息 耶魯大學的專家希望利用新的技術 了解自閉症兒童為何缺乏溝通能力 下面請看美國之音記者普蒂奇 在華盛頓的報導 每個肖像畫家都知道 眉毛形狀、嘴唇弧線以及前額皱紋的微妙變化 都會改變人臉的表情 也會影響其他人的反應 耶魯大學神經系統科學家 喬伊·赫希說 科學家們想要了解人類 互動行為背後的神經系統運轉原理 視覺信息和面部表情 同大腦中掌管語言的系統緊密相關 我們直到最近才認識到這一點 賀希和他在耶魯大腦功能實驗室的同事們 正在一起研究 當人們進行簡短談話時大腦的運轉情況 研究員沙烏爾·亞希勒和肖恩·布魯勒 戴著裝配有紀錄大腦活動的傳感器的頭蓋帽 向彼此描述一些簡單的圖像 我們獲得的新認識是 視覺信息 比如面部信息 是對話中所需的語言系統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先是面對面 然後被隔開 兩名研究者先後描述了顯示在電腦屏幕上的簡單圖像 比如一個籃子 一碗飯 或者一支燃製的香菸 頭蓋帽上有64個接入點 每個接入點裡面都有一個小型的激光器 它們發送的光束可以穿透到大腦0.5厘米之下 反射光隨著血管的養合與去養合狀態的切換而改變 顯示了大腦活動水平 一台近紅外光譜儀記錄並顯示了數據波動的模式 亞當諾亞是伊魯大學的研究員 他說 我們想要收集另外一個房間內的近紅外光譜儀 並且從解剖學層面上弄清楚信息來源 普林斯頓大學的科學家們也在做類似的實驗 他們在人們講述真實故事時掃描敘述者和聽眾的大腦 我們的問題是在進行自然真實的溝通時 聽眾的大腦活動是否和敘述者的類似 科學家們說 研究結果也許最終會幫助他們更好地了解人類對話過程中的神經系統運轉模式 以及對於患有自閉症抑鬱症等疾病的人們 這個運轉模式會有何不同 美國之音普蒂奇 華盛頓報道 節目最後又到了OMG美語的時間 一起來看看白潔今天要教我們哪些最新最地道的美語 大家好 歡迎來到OMG美語 我是白潔 我們今天一起來看看我們的新版微博上的粉絲Sunny Beba 你的話題就是如何回答How are you之類的問題 I'm doing great How are you? I'm doing great How are you? I'm doing great How are you? 我很好 你呢? Hey 白潔 How are you? Hey 白潔 你好嗎? I'm doing great Headed to the gym to work out How about you? 我很好 正要去健身房鍛鍊 你呢? I'm good I'm headed to the store to buy some new flip-flops 我挺好的 我正要去商店買人子托 Doing good And yoursel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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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好的 你呢? Hey 白潔 How are you? Hey 白潔 你好嗎? Hey 白潔 你好嗎? Doing good Getting ready to study for a few hours And yourself? 挺好的 正要去學幾個小學習 你呢? I'm doing great Just finished studying Woohoo! 我也不錯 剛剛學完 Woohoo! Woohoo! Aww I'm so jealous Aww 真嫉妒你 I'm alright How are you do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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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挺好的 你怎樣? Hey 白潔 How are you? Hey 白潔 你好嗎? Hey 白潔 你好嗎? I'm alright Kind of tired this morning I don't want to go to class How are you doing? 我挺好的 今天早上有點累 我不想去上課了 你怎樣? I'm fine I'm pretty tired I'm totally taking a nap after class 我還好 也挺累的 我上晚課絕對得睡一覺 好 請評論告訴我 How would you respond to the question? How are you? OK 拜拜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晚上 VEOA 衛視第一個小時的節目內容 如果您對我們節目有任何建議和看法 或者想和我們聯繫 歡迎您發送電子郵件給我們 我們的電郵地址是 VOA新聞 at gmail.com 我是李一華 感謝您的收看 節目最後我們一起來看看 就在美國最高法院宣布同性婚姻合法的第二天 秘魯的人們也在為同性戀上街遊行慶祝 稍後也請您不要走開 繼續收看由宇宙主持的時事大家談節目 祝您有個愉快的夜晚 我們下次節目再見